用最快的速度了解剑客这个角色 剑客在有兴奋的情况下 不管是技能拍子爪刀都可以瞬间结束战斗 这时候我们正好看到侦探 如果侦探没有看到脚气的话 我们就一波机会 悄咪咪的来到侦探附近 啪的一下很快啊 侦探就没了 然后我们说下防守 对方是有护盾 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能冲刺配爪刀 爪刀没有打中 失误了问题大吗 问题不大 我们还有机会 剑客正常的情况下 还是打上连斩比较舒服 没有连斩的话 火箭的燃烧速度是非常慢的 放架的时候大意了 没想到国王直接送了一个罐子 不过问题也并不算太大 没有5位胎跑不到太远 所以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他 机会来了 放飞了侦探 正好我们看到太飞 太飞还在跳 我们找一个机会直接带走他 没有提携浪费了一个技能 说真的还是有点亏的 但人算不如天算 没想到碰到一个有三级烟的侦探 这一波就很难受 这位只要侦探开言 说真的我是拦不住的 不过问题也并不算特别大 但是有5位眩晕的 我们是有主动技能 所以我们可以瞬间解决掉他 5位就对 如果他们落点并没有卡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瞬间解决战斗 只要抓到命中 我们的反应高快 一般都可以瞬间带走所有的属玩家的 但是有了兴奋之后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不管是抓到技能 我们可以随便释放 找到机会 我们就可以瞬间直接带走他 光这时候已经没了太妃救队友的话 我们可以随便打 太妃这个角色除非反应快 不然很难打出来特别好的操作 看着太妃拿着手枪 还有救队友 目楼要伤心的眼泪 我知道收盖说再见了 青山不改 绿血强流 小太妃 我是用不可能再见面了 有点 不是